根据了周刊报导指出 总统蔡英文打算要在520之前 特赦前总统陈水扁 甚至就连被扣押的8亿 还有豪宅跟珠宝 都可能全数还给扁家 传出了蔡政府要求归还不乏所得 但是吴淑貞不肯 同时还有人炮轰 陈水扁没有盗窃 因此没有资格被特赦 到暑即时 传出下台前要特赦前总统陈水扁 而陈水扁台面上11亿的不乏所得 目前只有3亿被没收入国库 剩下8亿和被扣押的豪宅和珠宝 到底是要还给扁家还是全部没收 传出总统府跟扁家还没瞧清楚 我今天听到最新的消息 总统府这边跟阿扁这边还没瞧好 什么没有瞧好 钱还没瞧好 阿甄的个性是绝对 你们昨晚一家年 你们两万把我拿出来 他说我们吃账头 我们都不能贪 我们钱都缴缴 我们阿扁的医疗要吃什么 这是他在接受我们本府访问的时候讲的话 你们只有这11亿吗 阿扁至少背负十大案 包括海角七亿洗钱案 国务基要费1.5亿贪问 二次金改收原大两亿 以及收国泰市华三亿 而法务部说特赦的确有在处理当中 但根据法令案子定议才能特赦 阿扁一段案却都还没审完 就保外救赦 蔡英文其实没资格特赦 阿扁有十几个案子 有罪的只有四个 怎么去特赦 这四个他已经要判刑20年了 大赦应该新的总统赖清德来说 大赦就很多人 不是只有一个人 不是单独 所以以后蔡英文来做不适合 你要卸任了 总统府对特赦没有正面回应 只说要确保陈水扁 能获得妥善健康照顾 但连曾当阿扁医师的柯文哲 都说不能不明不白地搞特赦 这个案子已经八年都没有处理 我现在突然要处理 我是蛮惊讶 不知道到底怎么一回事 蔡冬如果真的要做一件事情 他就自己出面出来解释说为什么 第一个要认错 他曾经讲过 做了法律不容许的事情 还要道歉 深深鞠躬 所有贪污的钱都要还出来 认错道歉还钱 缺义不可 520前就看蔡政府的特赦大席会 怎么上演 接着张老师 薛光豪 SN小组台北报道 好 但是现在传出这个 要特赦前总统 陈水扁的消息之后 我们还要来看一下 国民党立委有说 其实陈水扁都没有认罪 到底该如何特赦呢 如果以现有的法律 没有办法特赦 那么只能够大赦了 好 另外呢 民众党党党主席柯文哲 则认为了 此事已经八年都没有处理 为什么突然选在卸任之前 来做处理呢 因此都希望总统蔡英文 应该要自行的出面解释 好 接下来我们还要来听一下 这个是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他尊重总统的职权 但是希望为了减少社会对立 能够做出全盘的考量 我们尊重总统的职权 那现阶段阿扁总统的 身体的状况 健康 还是大家最关注的一个焦点 那我也相信蔡总统 一定会从司法政治 以及怎么样减少 社会对立 做全盘的一个考量 好 当然现在传出要特赦 前总统陈学扁的消息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来自于国民党立委 赖世保的脸书了 他特别发文怒批 扁家从未认罪 阿扁没有道歉 凭什么要特赦呢 他更直言了 法律碰到总统就会转弯 就好像国土署帮赖清德的万里老宅 修改法律来解套一样 好 如今传出了 蔡英文要替阿扁特赦解套 也是如此 法律人如此的重创司法 绝对不是总统特赦 就可以一笔勾销 一了百了的 好 针对这个消息呢 我们也走上街头来问问 年轻朋友的想法 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是持反对意见 有人认为如此一来 就会让外界觉得贪污 其实没有这么严重 因为最后都还可以被特赦嘛 同时有年轻人隔空开呛了 认为阿扁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回去关 外传蔡英文总统在卸任之前 要特赦陈水扁 民众赞成吗 阿扁阿 手抖 对阿扁阿 你猜她发生什么事吗 她不是贪污吗 蛤 就是她不是贪污 就是很久以前 就是她不是贪污吗 对 我想她可以自由控制她病情 对 你赞成还反对 我非常反对 因为我认为她犯下了罪行 就是应该要去承担 如果她不承担 她就是赎辣 觉得就是纵观她以前的那些行为啊 不管是就是手抖的这个事件 我觉得就怎么讲 就是我觉得她应该是要被关进去了 应该要被关进去了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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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我不同意 你不同意特色 对 好 我觉得我可能是站在中间 跟这次立财有关 跟是非无关 你说特色阿扁吗 对 为什么 就这样的感觉 好谢谢 就是会不平衡 没有办法 因为她是民进党 我们赞成 我们赞成 觉得很好 小燕很客气的 慢到现在 可以慢到现在 慢到现在 慢到现在 至少她做了 至少她做了 诞成 赞成 赞成 OK OK 特色特色 没有为什么 给我一个原因好不好 她老了啊 你不特色她又能怎么样呢 OK 她老了啊 谢谢你 特色啊 就是觉得她又没有要出来做什么政治活动 她几岁了 74岁 超老的 超老的 你觉得关不关其实已经没差了 反对吧 反对 就是 她本来做错事就要 就是 就是 把那个刑期做满了 政治人物只有 有没有被抓到 就是该贪都有贪 大家都知道海角七亿吧 知道 对啊 保外救一吗 对 她保外救一很久了 我记得没错 我以为她有回去 她没回去哦 没有回去 那就 那就 没有 那就没差了啊 你说特不特色没差吗 没差 为什么 你说特不特色 她在历史上就已经是这样子的人物了 对吧 她也不会改变啊 她就是这样子了 对 所以就 她特不特色 她历史上都已经有一个污点在那里了 她有罪就 不应该用什么理由把她特色啊 就是要服完她的刑期吧 不赞成 不赞成 为什么 因为她做错事 做错事应该要再管吗 假如其他人 其他人也这样子的话 就是他们会想说 哦 既然就是 陈水扁都有这样的特权 可以提早 提早被特色出来 就是她这样会 就是让别人觉得说 好像贪污不是什么 就是这么严重的事情 我觉得特色应该是 不必要的 特色不必要 为什么 对对对 因为就是 身为一个国家的贪污犯 这件事情是很重大的 如果今天说 她可以直接因为 是因为同政长的关系 就这样放出来的话 那我觉得这样有失公正 有年轻人问 特不特色阿扁有差吗 她现在都已经在外面啪啪噪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 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Go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y bwd6